毛毛絨絨的這個 這個是...那個什麼...棉花 然後在畫之前欸 你們知不知道什麼叫縮織 什麼叫針織 你們知道嗎 這個叫針織 針織就是用毛線有沒有 編織的 針織會長這樣 它的線圈是長這樣 放大一點會長這樣 這叫針織 所以它會有什麼彈性 這樣知道齁 這就是針織 那縮織是什麼呢 縮織就是 它是由一條一條編織而成的 對不對 一上一下一上一下 所以這個會比較沒有什麼彈性 縮織就是你們的襯衫牛仔褲 或是像它那個裙子有沒有 就是縮織 就是縮織 針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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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這就是針織 這樣子知道齁 就是有彈性 我的衣服就是針織 所以你要知道 你在畫的時候你要知道 它是不是有彈性的布料 好 好 看怎麼畫的 轉我一下 稍微工作一下 順便試一下 這個紙的耐水性 強不強 因為我用水彩 正常水彩都是要買 阿曲斯紙畫 法國的阿曲斯紙 法國的阿曲斯 A開頭 後面我忘了 它一張 它一張就等於一個便當的錢 然後磅數越高 然後你尺寸越大 就加位越高 然後阿曲斯紙有什麼特點 就是它可以一直畫一直畫 可以一直重疊 所以它紙會那麼貴 那我就先示範這個 跟這個 這樣OK 老師是取一部分就好了嗎 對啊 我取一部分 因為不然我這個太複雜 不然我這個很複雜 畫完可能要很久了 好那我先畫這個 這個